今天是獲得最佳改編劇本獎的吳景榮及陳偉豪 我們請兩位先到台前的照片 我們要小心不要纏賴全面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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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小住 右邊 右邊 對右邊 好來看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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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前面前面 右邊謝謝 好來 trees 左邊 左邊 來點這邊 左邊 左邊 這邊 OK 這邊 再加拍 這邊 右邊 歡迎來到哪邊的攝影師凱修 沒有的話我們就要獻上那個風 幫兩位的祖先拿一下講座 講座有點重 恭喜兩位以為武漢鬼變成家人 那件事或者今年的這家改變劇本 這個劇本其實是從野草計畫得獎作品而來的 可以跟大家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從那裡到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電影 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可以跟大家簡單的說明一下嗎 一開始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概念 然後是來自於野草計畫第一屆的首講 當時其實是講一個男鬼 然後要冥婚的故事 然後那時候就其實非常想要做喜劇 然後看到這個概念就非常非常喜歡 所以就跟反而決定把它拿下來 然後我們來想辦法把它改變 然後我們就趕快尋找覺得適合的 這種喜劇的創作夥伴 然後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就非常非常多人推薦 謝謝 吳靜蓉 吳靜蓉 對這家吳靜蓉 我們想說誰啊我怎麼一溫 可以寫喜劇的都是推薦他 然後我們就馬上找了景蓉 然後景蓉也很喜歡這個概念 然後我們就一起開始發展 然後一度包括從角色的職業 像是譬如說他原本是一個青道夫 然後我們把它改成現在區塊暗示 你的那個角色是一個刑警 然後開始甚至可以加入一些 我們的類型 像是包括一些犯罪啦 學姻的元素 或者是另外一個角色其實是鬼 所以我們又放大了一些靈異啊 驚從的東西 但其實更重要的其實是我覺得 景蓉寫的一些情感念的東西 尤其是在最後其實我們真正想要表達的 所以我才是真正想要整個電小說 就是在愛的面前我們其實都是一樣的 嗯 景蓉我們可以問你一個不禮貓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大家 當那個導演在問說是可以寫喜劇的時候 大家都推薦 所以你是專門寫喜劇嗎 我非常喜歡寫喜劇 因為我人生發生了偶爾沒有事 然後我就把它寫下來 然後所有的喜劇都是悲劇加上時間 然後包括我覺得我們的電影也是 其實你想想看如果毛毛的人生沒有死掉 他跟他爸可能一輩子很難在同桌吃飯 所以我覺得大家覺得喜劇其實真的 往內心針出想其實都是悲劇 只是我們在電影裡面有機會把它轉化一個形式 把愛這件事情放在生死面前 你就會覺得說對 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沒有任何愛更重要的事情 剛才你在台上講到說 媽媽每年在金媽獎播出的時候 都問你什麼時候要得金媽獎 你真的在就是以編劇作為職業的 就是一個寫作者 真的有面臨這麼大的家庭壓力啊 因為他就會覺得你要不要去當老師 還是我們來改行邁延蘇吉 然後就是會問一些你真的活得下去嗎 然後我都說可以 可是其實很難 對我覺得每個入行當編劇 可能就是會有十年會非常漫長的黑暗期 然後我在第十年的時候 就叫韋豪導演 博樂 感謝你 對 所以得獎了之後 應該那個 爸爸改為你下一個劇本 什麼時候寫好了 那這次跟韋豪導演 就是跟他們合作 對你來講有什麼比較特別的經驗 跟以往就是你自己的一些劇本 嗯 我覺得韋豪導演跟我們的堅持百 其實真的是很角色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真的就覺得好像已經八十分了 可是他們就覺得還可以更好 那我說那你說怎麼樣更好 他就是也說回去想研究 然後又帶著更好的可能的solution來 那我們根據這更好的可能 再往上加以後 隔一陣子他說還可以更好 然後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今天大家看到這電影 真的是笑笑笑笑笑的 我們是其實我們在郭家當中 常常這樣做困出城 然後互相激勵跟 其實蠻多時候互相鼓勵 因為我寫你有笑 我都其實內心很開心 對 那韋豪也可以來講 就你們合作的這個經過吧 嗯 我覺得其實整個過程 呃 我知道韋豪其實是覺得我 就是覺得皮他皮的痕跡 但是其實我自己整個劇本創作過程 他可能是我目前電影創作來說 最開心的一次劇本創作經驗 因為他其實在很多寫作過程裡面 除了他會讓我某種任性妄為的時刻之外 他其實還是會在非常多更重要的時候 加入一些我們覺得很抽象 可是他可以把他想法具象化成具體情節的一些很感人的一些橋段 這個東西每次在一關一關打怪過關的過程裡面 當他寫出來的那一刻 看到的那一刻 或是我們在一起優化出來的那一刻 其實都會覺得其實非常非常感動 這個東西其實是我自己在我覺得劇本創作經驗來講 就是其實也是可以算是第一次有那麼開心 跟愉快的一個過程 我們很多時候都很容易把電影 就是直接分成所謂的商業電影 跟這個藝術電影 就我好忽略了其實 即使我們認為商業電影 其實在執行的難度上面 其實並不蓄於所謂的藝術電影 包括了像這次評審盛戰這個作品當中 對白的丟階 這個節奏的設計其實是非常非常高明的 能夠達成這一點其實要經歷非常多的辛苦跟考驗 那恭喜你們這次達成了這個目標 而且創造了非常驚人的套房進入 那恭喜吳錦榮還有崇偉獲得今年的最佳改編軍文獎 謝謝主老師 謝謝大家辛苦了